吴尼拉 吴尼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31号的大花里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 112年太平洋被全国桌球的锦标赛 31号起一连七天到11月6号 在花莲小巨蛋的体育馆登场 那么大约有1200多名的国内好手旗聚 和县长徐正蔚以及花莲县体育会理事长江景德 与去年的男子女子胆打冠军来为赛事开球 继9月12日开打至20日的 太平洋全国高中杯羽球锦标赛 31日起一连七天至11月6日的 112年太平洋杯全国桌球锦标赛 一连七天在花莲小巨蛋体育馆登场 总计有1700多个场次 又有1200多名国内好手齐聚花莲 31日开打 县长徐正蔚协同花莲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 为赛事开球 这一次比赛112年太平洋杯全国桌球锦标赛 也是我们花莲桌球的一大盛事 这一次太平洋杯是首次在花莲冠名 那这一次的场次分为五个组别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以及混合双打 那我们这一次赛事总共有14桌的场次比赛 然后总共有1700多个场次 我们动用了28个裁判 希望各位选手能在这个优美的环境之下 及场地之下能发挥的球技能零零尽致 那我们特别感谢我们花莲县体育会的理事长汪景德理事长 以及我们花莲县长徐正蔚县长 对我们花莲的体育的支持鼓励 我们今天才能把这个太平洋杯办得如此的盛大 以去年男子单打冠军张又安 及女子单打冠军黄渝杰举行开球仪式后 来自全国各好手陆续就位 参赛组别包含男女单打 男女双打即混合双打 比赛或预赛单打前32名 预赛双打即混双前16名 以及单打双打和混双决赛总指 均可获得报名参加113年度中华桌球排名资格赛 明年也将继续在花莲举办全国桌球锦标赛 喜欢桌球的花莲相亲不要错过 记者长方烟花莲师报导